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敏感词PK大字报 两个北大的争斗 4月23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月薪的一封公开信 将北京大学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信中写道 面对母亲的嚎啕痛哭 自删耳光 下跪请求 以自杀相威胁 我的内心在滴血 该事件是北大沈阳事件的后续 较早前 北大学生李悠悠在网上刊文 实名举报时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沈阳性侵本校女生高岩 并传播她是神经病的谣言 导致高岩在家中自杀 之后 沈阳教授任职的南京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 都迅速做出回应 前两家大学解聘了沈阳的教职 北大是当年事件的发生地 北大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 发表关于给予沈阳警告处分的决定 并给出查询网址链接 不过文字中没有具体解释 为何对沈阳进行了行政处罚 对于北大校方始终不愿公开 当年对沈阳事件讨论和处理等 各个环节的具体信息 岳新等八名北大学生 向学校申请公布当年校方 审查事件的细节 为此多次遭老师领导约谈 4月23日凌晨 校方联络岳新母亲闯入宿舍 将她带回 据岳新称 校方向其母扭曲事实 导致其母精神崩溃 母女关系激进破裂 据德国师生报道 虽一再遭删帖 但岳新的公开信 在微信等社交网络仍广泛流传 引起一些北大学生 及其他网民热议 23日晚间 北大三角地出现声援的大字报 署名《谷底群魂》 大字报在数小时内 即被保安撕去 但在网络上 北大一度成为无法搜索的敏感词 根据独立人事运营的网站 自由微博 截至24日下午 岳新仍在实时热搜榜首位 北大居次 岳新的公开信 三角地大字报的照片 与《谷底群魂》关键词 在删帖朝下仍不断涌现 4月9日 包括岳新在内的8位学生 向北京大学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 要求北京大学公开讨论 沈阳试德的会议记录 公安局调查结果 沈阳公开检讨的内容 8名学生为此多次遭学工老师领导约谈 岳新在公开信中称 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 做这个 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 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 直接联系你的家长 4月20日中午 包括岳新在内的申请表 递交者都收到校方的回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党委书记 宣读了答复信 1.讨论沈阳试德的会议 级别不够记录 2.公安局调查结果 不在学校的管辖范围 3.沈阳公开检讨的内容 因中文系工作失误 也没有找到 事件并未就此平息 据岳新在公开信中的描述 4月23日凌晨1点 辅导员和母亲突然来到我的宿舍 强行将我叫醒 要求我删除手机电脑中 所有与信息公开时间相关的资料 并于天亮后到学工老师处 做书面保证 不再介入此事 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扭曲事实 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 精神崩溃 因为学校强行无理介入 我和母亲关系激进破裂 我爱我的母亲 面对她的嚎啕痛苦自删耳光 下跪请求以自杀相邪 我的内心在低血 在她的哀求下 我只能暂时回到家中 但原则面前退无可退 妥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别无他法 只有写下这篇声明 陈述原委 对该事件的发生经过 北京大学有不同版本 北大外国语学院辅导员 王彦超 23日在北大内部论坛 北大卫明发帖称 出于对月薪同学的关心 通过微信 电话 联系月薪 一直没有联系上 晚上11点27 得知她还未回到宿舍 后给月薪同学的妈妈打了电话 后者很着急 回到学校 我陪着她一起到宿舍 因担心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月薪母亲决定和她一起回家 当天 北大外国语学院发布情况说明 内容与王彦超的说法一致 并称 我们始终尊重每一位同学的基本权利 努力保障每一个同学的合法权益 在北大卫明论坛 学生回帖质疑上述情况说明 对于辅导员 凌晨和母亲进入宿舍 有同学留言称 最怕突然的关心 说明情况 避重就轻 出于对某某同学的关心 具体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23日晚间 北大校园一个信息公开栏 提出大字报 声援勇士月薪 文中称 我们这些匿名者敬佩月同学 具名上书的勇气 更钦佩他临世不惧的正气 月同学最怕的是 对不起百念年前的五四仙辈 毁了精神上的孝庆 而你们最怕的是出乱子 毁了作为政绩的孝庆 我们于是想问 这到底是谁和谁的斗争 这是两个北大之间的斗争 大字报落款为湖底群魂 贴上不久即被工作人员摘掉 虽然月薪的公开信 和学校的大字报 在国内被和谐掉 但还是有聪明的网友 把这些内容 存储在不可删除的区块链上 4月23日 有网友在以太币的数字币 一条交易信息中 以代码方式将北大月薪的公开信 贴到附加信息中 只需要在线点击代码转换 就可以看到公开信的全部内容 区块链内容由于其不可磨灭性 只要记录下了这段交易码 就可以从任何的交易查询平台上 查看这条讯息 北京大学1953年 把校庆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 因为1919年的这一天 爆发了五四运动 成为学生反抗强权的标志运动 月薪事件前 据南方周末报道 4月7日 北大树院大四学生邓宇浩公开申明 要就1998年高研事件 向北大申请对事件相关教授沈阳 进行处理的校务信息公开 郑浩宇表示 北大恰逢百念校庆 如果大树里有虫 把虫揪出来 就是对大树最好的庆典献礼 月薪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科2014级学生 主修印度尼西亚语 经常在公众号撰文及投书媒体 一年多前 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 自我审视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字数 曾在网上引发讨论 文中他称 自己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 北京中产阶级家庭 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20年人生里 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 但他把这一切都归于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 他表示 我时常感到自己是富有原罪的人 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 尽力地完善自己 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 而做一点点事情 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 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前南方周末记者方可诚 曾与月薪有交集 事发后他撰文称 月薪是一个认真积极的思考和行动的女孩 有着自己的智慧和策略 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乐观 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对抗者 更不可能是被莫须有的势力利用的人 月薪在自述文章最后称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 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